一百五十二分别截取长官 那这一题基本上 我们除了可以用φ函数 不过这个φ函数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 就是说之前只有找那个钱瓜糊就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是他有第二个钱瓜糊 变成你要怎么跳过第一个之后 找第二个找第三个 但是其实这也挺麻烦的 所以我们一样 还有第二个 就是他这个钱瓜糊 不是半形的钱瓜糊 而是全形的 所以你在输入的时候 特别重要你要变成全形的 否则会找不到 全形的 全形应该知道吧 就是几个方法 你可以如果你用新注印的话 你就直接点这边一下就全形 点一下就半形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快速键是什么 shift加上空白键 shift加空白键有没有全形 shift加空白键 可以切换全形半形 shift按住再按空白键 可以切换全形半形 应该这个应该都知道吧 这个算常用的 全形半形 因为如果你全形半形不对 他也会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要说直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长 长的话你可以插入那个 φ函数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 可以用文字里面的 那个什么呢 φ一样用φ函数 大概这个地方的话 找什么呢 找钱瓜糊 钱瓜糊的位置 所以请你先切到什么呢 全形 然后Ctrl加9 这个是全形的钱瓜糊 这个瓜糊 特别重要 如果你打错了 他一样找不到 然后呢 会适应在哪边呢 在这个 Star number这个从头找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找到 这个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再来就 第二个假设 我们就找钱瓜糊 再找后瓜糊 然后中间密的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你找 找一个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先 减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插入函数 再去用什么呢 用密的 因为这题还好 不用ifl 因为一定会有钱瓜糊 所以不用做 那个 那Test去找这边 Star number把刚刚的贴上 加1就可以了 加1 OK 不过它现在是全形的 所以记得要把它再改回来 Shift加上空白 然后加1 然后呢 再找什么呢 一样嘛 后瓜糊 所以你把这个改成 后瓜糊 而且是要全形 所以又要在Shift加上空白 后瓜糊 再补一下 后瓜糊的位置 再把它切回来 Shift加上空白 加上 什么呢 前瓜糊的 应该是减 减掉前瓜糊的位置 再减1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帮我切出来了 125向下填满 可是宽会比较麻烦 这里应该比较麻烦 是宽 那可是宽一样嘛 那我们还是按照那个步骤 第一个 我要找什么呢 第二个瓜糊 那第二个瓜糊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拿那个呢 刚刚的那个第一阶段 这个就是Find这边 可以拿这个来用 就是Find前瓜糊 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蛮好用 然后先等于 先Find嘛 这个是第一阶段 我们在B2里面找前瓜糊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贴上之后呢 再选择前面插入函数 来做修改 那修改怎么改 请你在那个Star number这边 有没有 因为这个第三个参数 本来原来我们是空白 为什么 因为从头找 可是问题 你现在不能从头找 因为从头找又找到第一个 那又是125 可是我不是 应该是 第一个瓜糊是135 所以这怎么办呢 Star number贴上 把它怎么样 加1就好了 这个Star number意思是说 从哪一个字开始找 那我应该怎么 从找到这个位置的 后一个字开始找 不然的话 永远都是找到第一个 应该可以看得懂那个意思 所以意思本来 我那个前瓜糊糊 第一个字在第二个字 加1 意思从第三个字开始找 你不能从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又找到第二个字 又找到了 OK 所以它找到什么 9 第九个字 确定 OK 那一样 你接下来怎么做呢 这个就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第二次又更麻烦 公司又更冗长 把这个公司解下来 插入一个函数 再怎么样 在MID MID之后的话呢 去哪边找 在这里面找 找什么东西呢 找到前瓜糊的位置 再怎么样 加1嘛 所以后面再补一个加1 从第十个字开始 然后呢 怎么样 再一样嘛 后瓜糊 所以贴上之后 把这边都改成后瓜糊 然后 然后 SHIP加上空白键 把这边改成后瓜糊 然后这边再把它改成后瓜糊 后瓜糊 那再来 就是再怎么样 把它剪掉 剪掉那个 前瓜糊 所以再切回到 半型 然后再贴 再减1 OK 好 按确定 这个时候135就出来了 有没有 就又切到了 不过公式已经这么长了 那再来 一样了 所以再来 如果说你要再 去抓第三个的话 那你会变成怎么样 你会变成再往后了 所以如果还好 这边只有三个 如果有四个五个的话 那你可能头痛了 当然 函数 我前面讲过了 它可以办到 可是 它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尤其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像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那个VBA 可能相较起来 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但是除了用VBA之外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拖拉过来 我们可以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锯齐 也许这边 我们先跳到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就是尽量可以做 第二个方法是用巨型 那你会想说用什么方法来做最简单 其实在以色列里面呢 除了说用那个函数之外 其实它有提供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叫做资料里面的一个叫什么 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 我们先第一个先选取B2到B8 第二个按资料剖析 它里面的话有两种选项 一个是符号 不过符号有两个 这可能不行 固定宽度 刚好固定宽度 我们宽度刚好在固定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我们用固定宽度下一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希望把你要的东西先切割 那切割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先点一下 上面有个尺规 请你点一下尺规 那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请你点在哪里呢 点在那个刮斧的里面 那不过有一种可能性 因为这个很难点 有可能点到前面去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箭头你可以拉一下 可以把它拉过来 放开 这个点一下 尽量点准 如果点歪了没关系 它这个可以再移动的 好 下一步 再来特别注意 你切割完之后 你可以运用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 不会入尺栏 因为我这个不要 这个要不要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所以不要的部分呢 你通通用不会入尺栏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再来就目标储存格 预设会在B2 请你把它改成C2 它会怎么样呢 按完成 这个时候呢 它会问你说 要不要取代原来的内容 其实里面没有啦 不过它还是会跳 按确定 完成了 感觉似乎又会比刚刚来的更快 但是前提是因为刚好 在我们的那个功能里面 会有一个资料剖析 所以你除了要汇函数之外 如果里面有一些已经帮你 已经准备好的功能 你还是要会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特别注意 最后请你再把它怎么样 再改成 录制聚集 这个也是聚集 所以你刚刚做的动作 请你再把它录下来 我刚才再把重点提示 1 B2到B8 选取 特别注意 不是选整个B栏 选B2到B8 2的话 资料剖析 固定宽度 下一步 然后选你要的这个宽度 记得点准哦 这个应该 因为字太小了 如果点歪了没关系 可以移动一下 下一步把不要的部分不会录 要的留下来就对了 不会录此栏 然后呢 目标储存格 记得改成C2 那按完成 他就帮你把资料给切过来了 这样就会完成 那待会一样 我们就是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什么呢 就是资料剖析 帮我把它剖过来 那一个按钮是 再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所以两个按钮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做做看 两个部分 一个是用函数的方法做 函数的方法 你会发现了 长 宽 应该没问题 高其实也没问题 不过只是说 你的公式会越来越长 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你找 要再从你找到的那个位置 的后面继续开始找 所以FINE函数在这里 只要就是你有几个 你就一直往后 一直往后推就可以了 其实在高也是可以在做 你高的话就是在把 什么呢 钱瓜糊的位置 从这个FINE一直到后面这边 加1这个 你又再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继续 什么高的部分呢 一样再插入一个密的函数 然后继续什么 继续再把那个 资料给他 然后这个是钱瓜糊位置 再把它加1 其实规则都一样 你只要把这个规则做出来 其实其他部分应该就 加1 高的部分的话就是在 把后刮糊部分 所以贴上改那个后刮糊 所以里面只要有看到钱瓜糊的 通通把它改成后刮糊 而且记得要是全形的 只要没有做错的话 然后再减掉 这个钱瓜糊 再减掉1 所以我们可以改用 那个资料剖析的部分来做 那请各位一样 把那个资料剖析的 这个部分稍微练习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它录制 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 按下去 剖析结果出来 一个按钮是 再把资料清除掉 就两个按钮 那这个我想请各位 试着做做看 录制具 我想这应该比较简单 前面如果你有录制过 这个流程应该是没问题 试着做做看